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禁忌吧 大家看到冷月还没有重置 原因是因为冷月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这一次的一个竞技场的生态 上一季是我们的狮王 那时候是灰太郎的天下 那这一次因为灰太郎的连击又被调低了 所以就让灰太郎又算半废的角色了 那其实冷月打这个打超多次啊 因为冷月一直不知道说 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队伍去打 我一直想不透 后来之后呢 我点开了热门胜率排行榜一看 哇靠 这什么鬼啊 第一组 来 三只守卫两只辅助 没有任何的输出 然后他可以赢 第二队 一样 三只坦克两只辅助 第三队 一样 三只坦克两只辅助 第四队 一样 四只坦克一只辅助 第五队 四只坦克一只辅助 第六队 三只坦克两只辅助 第七队 这是正常一点的 三坦克一辅助一战士 第八队 三坦克两辅助 第九队 三坦克两辅助 第十队 三坦克两辅助 没有错 你没看错 这一次的排行榜上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坦克跟辅助的存在 然后他的战报也极其奇怪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对局 来看一下数据 对方我对对方造成的总伤害是 两千零八万四千两百零八 两百零八 两百万八 两百 两千零八万四千两百零八 对方是七千六百多万 伤害上有差 唯一的差别在于我的成伤比较高 所以等于说这一次的竞技场结算 好像是看成伤谁比较高 再加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局的对局 大家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别人家的男爵 跟自己家的男爵 好 这男爵第一次有发威 好 我的男爵打了对方一下就被冰起来了 好 大家大家都冰窗互敌 好 他冰起来了 再来 好 我的那个雅典娜被冰起来了 我的真假又被冰起来了 这一局可能看得比较不清楚 因为这一局都是坦克跟辅助为主 打伤害的比较少 我前面队伍还没齐全 在玩伤害角的时候 那个真的超级扯啊 那这局就我来跟大家播报好了 我的最后结果是我的章鱼被砍到剩半血少一点 然后拖到二十为盒 硬磨把它磨完 大家也看到我两只角色都被冰起来了 对方角色都不太会冰住啊 这是别人家的男爵 跟自己家的男爵最大的差异啊 好 然后这不是重点 那最后其实我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怎么样去评判说 谁战斗胜利 谁战斗失败 因为讲真的 我记得之前看过结算 是说要看输出总和跟成商总和嘛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很明显他的 一个整体素质表 应该会比我的来得更高 那最后结果就变成是我赢了 这就觉得很尴尬了 因为他的回血量其实也是高 他的男爵回了多少 9387.4万的血量 他的外婆回了8132万的血量 他的失望加真假 打起来有将近7000万的伤害 我的加起来不到2000万 我成商加起来全部也了不起 就突破个5000多万 他至少至少也有个将近3000多万 总和加起来 基本上 很明显是他比我高费非常多啊 所以我实在是不懂说 他这个赛季叫有什么结算的 然后这一次的打这个赛季的主要就是一个打法 不用多说 他就是叫你磨 来我们看一下 有这个有这个 然后有这个 没啥宝牌坦 上一只小级好了 这次赛季他就一个标准 就是磨 不用想着说什么 要打多漂亮的输出 磨就对了 然后你多给他一些水属性角色 你的先手度会高一点 坦克一直不来啊 我现在缺缺真甲 缺小鸭缺章鱼缺那些辅助角 章鱼来了 小鸭来了 鸭子上 现在没有真甲宝牌 还贸然上我们的章鱼会有点危险 来看一下吧 对现在没有小鸭 小鸭那位置要放真甲 放雅典才对不是真甲 把雅典换上 那如果再来一次真甲就完美了 好可惜没有没关系 应该可以一样轻松过 外婆也来了 梦境爱丽也来了 这一次的这个玩法 我自己是真的觉得说 哇有点 不习惯了 因为他就是比谁磨 磨得过对方谁就赢 跟以往的那种 拼伤害拼输出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拼伤害拼输出啦 但你遇到那种很无赖的全磨对 你会哭啊真的 完全打不死对方 然后就判下来会判你输 这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相信这队没真甲基本上 也算是一个稳到一半的情况了 刚说马上翻车真甲来了 那我们就换掉我们的 海罗吧 那我们基本上也不用看打的过程啦 因为打的过程超级无聊啊 这双方一直互摸这样子 对面输出脚越多我越高兴啊 因为他一定破不了我的房啊 我就全靠这一堆的那个坦克弹起来了 诶 这怎么输掉了 话刚讲完就输掉了 他怎么赢的 播放一下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赢的好了 该不会是我们魔输掉了吧 我们现在被邪猫剑克打穿了这太扯了 还是我们是被那个什么我们自己的男爵给gank 哦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们的奶妈不够力呀 我们之前那个战报我们看一下 第10局那个战报 上一个战报不见了 我们上一局我记得好像我是用苏菲吧 对吧 我应该也用苏菲吧 那这一次用了我们的桃子 相对来说稳定度就低了一点 因为基本上没有啥回血功能 我的所有角色的只能靠我们的 男爵去做一个回血 男爵去做一个回血 大神战报我有上榜 9剩2副8剩2副 刚才那两场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有没有上榜 没有 好吧 那只能说啦我觉得 打这一次的标准 以魔为主 能越稳定输出越稳定去魔 相对来说你成功机率就越高 那讲真的这次打起来超级没有爽感 因为真的就是一直磨 磨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来个1500 500加减 来个3000 1400加减 那 这一次的这个 赛季我相信很多人打起来觉得很无趣 因为 如冷月所说 他就是一直的磨 一直的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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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到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 如果你觉得你有其他更好的玩法来 可以大家一起分享看看 像当初那灰太郎的玩法也是冷月去看到那个排行榜上 然后这样跟其他人讨论过之后发现 灰太郎连击没改掉 真的强到跟鬼一样 但是他改掉之后呢 就直接下去了 没有错灰太郎没有连击那就跟 白马不会追击一样 基本上就半废料了 好那今天这支影片呢 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赛季的部分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 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类游戏 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 下一支影片 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zeitig回ия 散发 谁知的 请接下来